这就是今天特别火的极武精爆炸流出装 今天14点发的视频9万点赞 看完我就非常的好奇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装能这么火 粗略的估计一下短短的五六个小时之中 就已经有几百万个人看到了 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 这套出装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让这么多人给它点赞 能让几百万人看到 所以我就提前设备好了出装和名玩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套出装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 一上线我就看见达摩净冲冲的向我跑来 那我没客气 直接刮了他几刀 很快他就没有了血量 一个闪现想逃脱我的拿捏 但是我也有闪现 二技能我拔刀斩 挨了一下塔 就差一点我没死 好可惜 正当我拿捏这三只小老弟的时候 上路的大哥来了 虽然半血 但是气势不能输 拔个刀给他打打招呼 追上去试探一下 他突然就回头打我 吓得我赶紧用两个一技能跑路 回头拔个刀爆个鸡 捡了他的速 他没追得上我 这一波消耗很成功 下回家的时候 我们家的煤气罐已经来了 他已经躲无可躲 他耍拳 我们就离远点 回头一个拔刀斩 150斤币又到手 前期这个名文还好 应该算是主流水平 但是大家看得出来没有 这个暴击几率有点小高了 算是一个偏暴击的名文 装备我们后面 两分钟的时候 上路的大哥又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四级 他削微的落后了我两级 也就一倍 我觉得我四血 可以挑战一下他 他看到四血的我 马上就扑了过来 我用大招补血 同时用两个二技能逃跑 顺利的回到塔下 他又拿我没办法 等我的技能好了 我又出去了 先用一技能挂他两下 二技能刷一下 薄刀弹 我们三连决赛 比赛才刚刚开始 前期的名文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期出装怎么样 比赛九分钟 红buff我没忍心下手 来到河道 对着悟空就是一下 然后我就被达摩 死死的摁到了墙上 回头我赶紧考虑 眼看我就要没血 然后来了一个迷之闪现 回头一刀 我估计孙悟空都蒙了 我这个闪现技术含量之高 一般人可看不到 达摩也被我四血反杀 我最后那个二技能放的 也是相当的有水平 接下来 我们又找到了小赵军 一刀一个二技能 顺利的三连决胜了 我的天哪 这个出装我果然猜的没错 相当的暴击 看我再秒个射手 对 看我再秒一个射手 二技能晕 啪一刀 一个大招 法师来了 掉头就走 掉头再回来 啪一刀暴击 再来暴击 二技能 啪一个暴击 二连击破 连法师我们一起秒了 此时注意 我们还没有神装 攻击力还算高吧 上路已经被我打穿 但是这个和尚 他就是不信邪 非要来上路和我单挑 还一拳打了一个小兵 给我传了一个球 我就是不接 他开始在那转呀转 等他的队友过来 我知道这时候再不出手 就来不及了 先拔刀转整晕 然后大招他跑了 我们赶紧用二技能跑路 对面的人有些多 但是就孙悟空一个人追了上来 我一个暴击把他解决 后面小明 我的大招好了 赶紧补血 一技能啪一刀 再来个一技能啪一刀 二连击破 这个一技能的伤害挺高 然后直奔对面的高低 一个二技能 打了个空气 一技能赶紧过去 一刀 再来个大招 三连决胜 后面射手 我们啪一刀 再啪一刀 赶紧闪现 敲个人头 四连超凡 我的天哪 最后一波 我残血愣是上了 对着悟空 那就是啪一刀 没打到 赶紧用大招补血 小明你来晚了 我们烈火斩 烈火斩 然后普通攻击 二技能收头 又是这个法师 来呀 大招先补个血量 一技能 哎 我有点懵了兄弟们 这个法师我就用了 一个一技能 大半血的 他怎么就没了呢 还有我现在的暴击 都打到2500了 又拿到了一个 四连超凡 我的天哪 比赛 五个人被我干死 四个了 这个暴击暴力啊 达摩又来 赶紧晕了 减速 然后大招补血 五杀被抢 我不慌 对面五个人 已经团灭 这比赛不就结束了吗 总结一下 这套出装和名闻 一技能伤害高的 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关键是 这个暴击伤害也不错 可以去试试了